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能够跟大家分享 其实都分享了 你把今天的香港的林郑月娥的做法 跟习近平的做法 动用警察的这种彪悍的概念 等同于巴黎圣母院的那场大火的 找起来的那种炼狱 炼狱般的那种大火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的 完全可以比较 所以当年轻人 主要是特别是年轻人 他本来是充满希望 那在面对现实的香港 在他人性的自然的属性中 他是无奈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逃离香港的 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有条件 以移民的方式来到其他国家 把香港重新回到小渔村 不是了 绝大多数人会被迫留在香港 那也就是说 他们曾经拥有的 他们曾经所拥有的正常人的生活 正常人的尊严和正常人的社会 在他眼前 在他每一分钟的生命的度过中 将眼看着消失 就像自己的亲人掉在水里 自己无能为力 眼看他死去一样 这个是对任何一个人 都是非常难以接受 那我相信对年轻人更是这样 老年人总是有了他年岁已过的感觉 对吧 他的生命已经过去 绝大部分都过去了 那中年人有了他无奈的 他的生命 就是说 他一生的最鼎盛的时间 最快乐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而在香港这样年龄的人 他们过去的时间里 起码是让人能够看到 是一种正常人的环境 但年轻人不是 年轻人他对自己的未来 将不可名状的一种恐惧 因为他跟中国大陆会有的一比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非常感触的 所以我个人才说 在这个环境中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无奈 但在更多的无奈中 同样你会看到一种 内在的悲剧 就是悲剧 神的复活 同样是有人的层面的 生命的死亡 神的复活 同样有人的层面的生命的死亡 被消灭 被消亡 逾越节 犹太人的概念 那是犹太人要杀了羊 抹生羊血 而在真正显神迹的方式呢 却是杀掉了埃及境内的 投胎 胎生的投胎 耶稣的神的复活 是在人的身体被杀害之后 永远是这样 所以现在你看到 我原来看到的故事 就是类似 这是类似 那出现的场面 出现的场面 让人感觉一种 那么讲吧 我换个角度上说 当时 逾越节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那埃及的 胎生的投胎 全死去 而他们的死 来表现出 犹太人 犹太人所信仰的神的力量 跟那个时代感的出现 为活着的人 留下了政坛 而当时的埃及国王 就不放犹太人 但人死了之后 他放 为活着的人 留下了一种 永远不可忘记的 那么一个场面 那么一个场面 你现在看到的 他这么讲 他说 今天晚上 现在出动一千警力 出动一千警力 在港岛应变大队 和叫速龙小队 防范立法会 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而香港整个要动用 五千警力 来保护立法会大楼 那这种保护的概念 我个人觉得有着双重的含义了 既有着林郑月娥接到了所谓的恐吓电话 那同时又有着 已经民间有人们呼吁去 明天进行罢课 罢市罢工 那罢课罢市罢工 看起来已经成型 因为12号就开始兑现了 现在是香港的夜里 所以应该是有 我会在另外一期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那消息太多了 我得需要整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他要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对于香港警察来讲 应该是巨大的压力 如果发生暴乱 警察可能会使用橡皮子弹 大口径枪这种 叫特别战术小队 速龙响队的警员 应该这是特别警察 那特别警察呢 有着他的 跟着他的身体素质 跟他的受训的程度 跟他的整体概念是相关的 这是一种特别部队 对吧 他的特别部队 他的有他特处的任务跟他 一旦他出手的时候 是指定了在某种特别的状况下出手 会以胡椒粉作为主要的 这个最开始镇压的手段 而且他要用这种 大家看到这个胡椒粉 是用那种喷枪了 不是简单的小瓶 就像花园里 我们浇花的那个枪的概念差不多 再次使用发射叫布带弹的雷鸣灯散弹枪 这个为什么他讲再次发射 这应该是这个散弹枪 为什么讲再次发射 2014年9月28号用的是这个 2014年9月28号用的是这个 等到晚上的时候 十点多的时候 那当时张德江 梁振英他们 要求习近平下令开枪 那是当时的 立法会面临冲击 在他审讯 在这个审议条件过程中投票中 那警方做出特别部署 动用5000警力 包围立法会大楼 政府总部周边地区 他说这是习近平来的时候 9000警力 张德江来了5000 来的时候50006000警力 之后近年动数的最大的 今天晚上 在政府总部的区域应变大队 和肃荣小队1000人住房 警方的消息 5000警力 包括各总区应变大队之外 每队有800人 每天有200的特别战术小队 便以警探 在部分区域如果发现人群聚集 将偷击截查 包括搜身 预留在北角 和黄大仙警方流使 作为临时的秋仓 所以这是一个香港进入了一种半战争状态 他就这样 你怎么样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针对可能再次出现的暴力冲击 警方会紧棍盾牌胡椒粉 这是第一线最开始用的 然后要用散弹枪 此外会用橡皮子弹 而且配用了大桶的这种大射喷枪 那不过他讲说 展物使用水炮车 或者释放催泪弹的安排 那在当时有催泪弹 在当时2014年用了催泪弹 那在这里面 他作为连接了美国人 就是美国的议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是一种相互对应的 苹果日报在报道中相互对应的内容了 主要是卢比奥发出了声音 美国的众议院的 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员 卢比奥发出声音 反送中促美方重新检视香港政策法 那这是美国对香港 如果香港通过了 通过了相关的送中法律 美国可能会否定掉 废掉香港政策法 那废掉香港政策法 在美国政府的眼睛中 香港就成了深圳特区 那直接带来的冲击 对那些中共政权下 那些非常致命的企业 就是有权的 有势的 能够利用香港本土 能够利用香港优惠政策的人 将带来直接的 非常重大的利益上的伤害 因为香港政策法 是在香港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出现 那他美国人视香港为市场经济 为正常社会 所以他的对香港的政策 就变成了跟日本的政策 台湾的政策是一样的 那如果废掉他 所以可想而知 那很多大陆有权势的人 可以借助这样的政策 获得他们莫大的好处 那如果这个政策可以取消的话 那会对他们 对今天中共权贵的利益家族 打击巨大 卢比奥发推文 103万港人游行送中条例的怒吼 传遍国际社会 美国国会认壤 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全新的 那克鲁兹 评价香港时政的共和党员克鲁兹 在他的自己的推特上 形容香港人正在反抗中共暴政 强调香港政策法 是基于香港维持自治的基础 如果中共迫使香港通过恶法 美国必须重新评估 美港政策法 美方不能再允许 中共利用香港的特殊待遇 就是这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 这是美国能够做的 而且对香港打击巨大 对中共政权打击巨大 批评送中恶法 重提推动人权法案 香港人权法案的 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兼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刚才是克鲁兹 现在是卢比奥 推特上讲百万港人 维护香港自治和平 反对北京政府政权支持 并能将任何人移交到 中共政权受审的引渡条例 自言受到启发 表明会给予香港人支持 所以克鲁兹那个 他提出的概念就直接了当 如果在香港 因为现在的概念在美国社会 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 美国的两党 在他们内部 无论多大矛盾的背景之下 但是在面对中共的问题上 他们前所未有的一致 前所未有的这种反共 也就是说 无论出于他的选票的需要 他的政治的需要 他的真正国策的需要 还是他个人私利的需要 从各个角度 他们都要以作为反共 作为一种他今天政治人物的标签 这是今天美国政坛出现的最新的潮流 上个月多名民主派访美 人事访美 这是指香港 美国政商界都表明 关注香港推动的 这个移交法案 将直接威和 威胁香港人权自由 卢比奥重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制裁破坏香港人权自由的官员 那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那香港特首就成为其中了 香港特首保安局长 对吧 那今天香港的官员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每年检视美港政策法 那盖委员会的主席兼民主党议员高文 也表明美国国会跨党派 这一次有决心通过该法案 那如果香港通过了引渡法案的话 美国相应会通过人权法案 那也就是说香港会在 香港就会出现政治难民 他们以各种方式逃到美国 会出现政治难民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叫恩格尔发表声明 关注此修订严重伤害 损害香港的法治自治 是直接伤害一国两制 香港政策法赋予香港经济和政治 就是贸易跟经济的特殊地位 视香港为独立于中共国的 一个独立的关税区 所以李克强曾经表示 独立的关税区的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 移交法案修订 修订触动整个国际社会和所有生意人的神经 我们知道昨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的声明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里面就直接谈到 一旦他修改法律的话 将直接威胁现居住在香港的 八万多美国人 以及过境香港的任何一个美国人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就被抓到中国大陆面临的 中共政权下反复无常的 中共政权的法律的制裁 迫害 其实不是制裁是迫害 所以那句话是放在整个声明的最后的结论上 非常关键 特区政府依然拒绝收回 那重申 特区政府发言人已经开枪 讲话重申了美国正在关注 那也认为这种做法会伤害一国良知 这是整个我们跟刚才看到的前后的故事 基本前后的故事 所以应该讲香港相当的 相当的紧张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最后他们死在香港 共产党会因为香港可能会死掉 可能是香港是个诱发的 有可能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 从九七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香港的 它的作用 在中国境内 它产生的作用 它的开放 它的自由 它的被消亡 被中共政权 盘剥的过程 蚕食的过程 它的整个衰败的过程 就是中共政权邪恶的表现 所以要死在他身上 最终死在他身上 是因为香港人 只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时候 就透显出其中的含义 极其特别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石头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